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CTITalk中天网络论坛 我是卢秀芳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越来越近了 全球的国际专家都认证 这次选举可以说是台湾最接近的战争的一次 那么当然要扭转这个局面 事实上权力在你我的手上 台湾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 重点是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 跟正确的判断 那如何进行呢 今天在现场我们进行大师对话 我们要进行的是知识打底的工作 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现场的四位大师 大家都是这个两岸还有国际事务的专家 周西伟 周县长你好 秀芳好 大家好 大家所熟悉的蔡正元博士 蔡老师 蔡委员好 秀芳好 大家好 还有宋文学校的这个总校长张亚中 张校长好 欢迎你 秀芳好 大家好 还有这个我们辣晚报非常熟悉的这个院局 正元老师好 秀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开始我就说了 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试着从根本打底的工作开始进行 我们的题目呢 要来谈的是这个总统的格局 特别是两岸的永久和平 这是下一任领导人没有办法回避的 那当然谈这个问题前 我要先让这个县长 我们一起来反向思考一下 最近大家一直在讲和平 在讲和平 我在想我们以前好像十几年前没有嘛 那时候不太需要讲和平 那为什么现在要讲和平 要讲永久和平 你先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台湾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先讲过去 那时候国民党跟大陆在沟通的时候 大家一起要走向和平 现在是民进党说 我不要和平 我要台独 所以迎向来的就是战争 加上现在国际上有许多的国家 推波助澜 希望就是推推推 我先要讲的就是说 你看看今天的以巴战争 巴勒斯坦的处境 你看看乌克兰的战争的处境 其实现在北欧跟美国都开始要撤退了 那这些国家在过去争取的是什么 争取的是战争 所以我希望台湾不要走向这条路 永久的和平才是两岸之间 未来最重要的方向 为什么我们要讲永久和平 因为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走向和平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走向战争 那所以两岸之间的关系就会被混淆了 所以一定要建立一个互相都能够 同意的一个机制 跟互信 跟共识 才能够真正走向永久的和平 不会因为台湾的选举变来变去 就会一会儿和平 一会儿战争 两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我让委员来补充一下 这个很多人觉得好像和平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从小到大在一个和平的环境当中 这个国际间都说台湾这个地表最危险的地方 好像也没什么感觉 对不对 这个大家唱歌啊跳舞啊购物啊都是照常的 你来看呢台湾真的危险吗 永久的和平这个利润达不达得到呢 刚刚过世的基辛吉博士 在他的现代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里面 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他说和平不是目标 和平不是必然的 和平是一个政治稳定架构的副产品 如果你在一个政治稳定架构没有确立起来的话 就自然会产生战争的疑虑和平就不存在 至于什么叫做稳定的一个政治架构 他说必须要有一个 就是力量的平衡 那纵观这套理论来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过去两岸为什么能够维持一个不稳定的和平 理由很简单 就是中美之间的实力 台湾跟对岸之间的实力 是处于优势的 美国处于优势 台湾处于优势的 那现在整个情势已经翻转过来了 就是不管是在军事经济政治 大陆的崛起 表示着说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平衡 已经不再平衡了 同样的在台湾内部 过去台湾大部分人都认为 自己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现在有七成以上的人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这两个因素造成了现状不稳定 是很重要的因素 在从这个认同上延伸出来 民进党的主张 就是公开的提倡台独党纲 两岸之间的关系 就形成一个法律现状 跟政治现状不一致 法律现状很确定的 虽然台湾人不承认 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政治现状台湾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台湾共和国式的独立 一个是中华民国式的独立 这两个都不符合法律的现状 所以两岸之间 一定会起矛盾跟冲突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这两天 由美国著名的 非常亲民进党的学者 叫做葛莱怡 另外一个叫白杰西 以及柯庆生 三个人联合在外交事务期刊里面讲说 如果赖清德当选总统 应该要冻结台独党纲 这个概念就是说 你必须要建立一个可信的保证 以及一个可信的威胁 这两个如果不平衡的话 赖清德当选总统 两岸往战争方向倾斜 是一个很难挽回的局面 所以至于说 民进党要不要这么做 因为这个是民进党取得票源 从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到建立台湾共和国 到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它是一个政治演化的过程 你现在美国如果能够 要求赖清德在当选之后 那么最重要的 他要冻结台独党纲 我觉得原木求鱼 他不太可能接受的 所以唯一台湾人要自救的话 就是不能让赖清德当选 因为赖清德的主张 跟他的过去的经历 让连非常亲民进党的葛莱宇 都不放心 而且我们了解到葛莱宇的身份 就是Kirk Campbell的什么智郎 这个很明显的是Kirk Campbell 这位所谓的未来的美国副国务卿 就是透过葛莱宇这些人 在向民进党释放讯息 我相信说赖清德 也许英文不太好 但是他的副手 萧美琴英文应该很好 但是他最好打个电话 问问Kirk Campbell 是不是他的意思 如果是他的意思 他最好照做 当然最保险的方式 最可信的保证 就是不能让赖清德 担任下一阶的总统 好 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我稍后要好好地来细谈一下 但是当然我们讲到台湾的现状 其实我觉得有三种 第一个是民众自己感觉的现状 你的直观上的一个现状 你觉得两位关系好不好 现在台湾是和平还是危险 另外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现状 两位现在是对立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法理上的一个现状 那当然年轻人还有中间选民的意见 很重要 那接下来两位老师 不管是亚中校长 这个院老师都跟这个年轻人 常常在一起帮他们上课 但是我们有一段影片 辫子妹的街坊很受欢迎 先来听听看 年轻人对于两岸现状 他们的看法 你觉得你是中国人吗 不是 不是啊 台湾人 我们是不同的国家啊 对 对所以我们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我们是台湾人 我也觉得我是台湾人 就是我们跟中国不一样 你觉得你是中国人吗 不是 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个体 虽然我们可能在外面主权不被承认 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认为 自己是台湾人 我觉得我是中国人 然后也是台湾人 那我觉得 但我不是共产党的人 我觉得我们都是华人协同 我觉得我是中华民国的人 可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人 对 然后中国有分 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我觉得要分开来 看你怎么定义这个中国人 如果是以文化上的中国人来说 当然是 我觉得中国这个词有点不太精准 因为他们其实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如果真的要讲我是中国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一半一半耶 因为我其实我爷爷是从中国那边搬移过来的 可是我自己的意识 就是包括我出生地都是在台湾 所以我觉得算是一半一半 难关系目前好吗 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太好 觉得就是可能执政党的关系 然后可能我们就跟中国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友好 就是在对比可能国民党时候的我们国家 这样子 因为对 就是还是很常就是会听到说 哎 共鸡又老台啊什么的 我觉得最近变得比较紧张一点吧 就是可能是因为 现在就是大家比较敢讲出自己的想法 像是想要独立之类的 所以就会让两岸关系变得比较紧张一点 我印象深刻比较就是马英九那个时候 其实还蛮和平的吧 对现在有点有点吵架的关系 民进党目前执政的方面 可能跟中共那边会稍微比较对立面比较严重 因为就是出在就是没有一个共识 然后就是现在有点剑拔弩张的状态 你觉得两岸之间会发生战争吗 我觉得有机会 可能会打战 因为他们很想要把台湾收回来 他们也不要打过来 我们也不要刺激他们 这样就是最好的 要是民进党在执政的话 有可能会 有可能会刺激到对岸 如果某政党继续执政下去会吧 你的某政党指的是民进党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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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政府持续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大陆的话 不管台湾的总统是谁 我觉得会不会打架 应该都是看美国的意见吧 美国的意见应该比台湾谁执政更重要吧 两岸发生战争吗 我觉得以现阶段来讲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中国没有理由 现在没有理由去攻打台湾 对啊 蛮多人都希望是可以同意这样 但他没有说一定要武统或是合同 我觉得两岸的问题是无解 就是无解啊 你谈恋爱 我在迪卡丝尊人看过 台湾人嫁给中国人就是 他们就是 台湾人就变中国了 就是这样 我觉得根本就是 现在就是闭口不谈就是最好的方式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把共产党搞掉啊 然后就结束了 我们就和平啊 我觉得两岸之间如果要和平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要通过交流 然后我举例可能是经济上的贸易 或是 或是什么 办什么双语 类似双城活动啊之类的 对对对 那不用说 不用说什么 因为它是中国大陆的 然后就是全部把它封锁掉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比较不OK的 好 大家看到这确实很普遍的是台湾年轻人的一些想法 我问一下这个亚中老师 亚中老师常帮这个年轻人上课 你怎么看待这些年轻孩子们的看法 两岸之间的问题真的无解吗 两岸之间的问题当然有方法解决 但是我刚刚看了这些年轻人的谈话 其实我觉得两岸关系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因为他们所认定的一些 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府 或者作为一个在野党 其实或者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 没有把他们讲清楚 我所接触的年轻人 其实你说问他们台湾到底要怎么走 他们绝对没办法提出方向 但是如果你把问题给他分析清楚以后 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 有足够的智慧去判断 所以关键在于说像我们这些节目 或者一些我们整个作为一个成年人 或者作为一个在野党 我们如何让年轻人了解 为什么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这个概念其实可以去推陈下去的 因为这几年来由于民进党 一方面他的克纲 做了一个去中国化的克纲 整个我们现在的克纲 其实就是一个分离主义 一个去中国化 一个台独的克纲 那第二个呢 这段时间整个一个政治人物 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包括本党也是采取了一些闪躲的方式 没有真正的直面的面对 所以换言之 就是年轻人他所接受的讯息 我觉得是非常片面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如果你真正把它讲清楚以后 我觉得年轻人会非常清楚 国家的方向应该在哪边 两岸关系到底应该怎么走 对 这个题目很大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 我们就是想做一些知识打底的工作 刚好亚中老师在现场 所以我就先让亚中老师 给大家简单的上一堂课 为什么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当然我觉得第一个这个中国这个概念 他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严格来讲 他是整个我们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 也就是我们在什么人的时候 我是哪边的人 比如说我当然是台湾人 但台湾人他是一个地理的一个名词 可是我的国籍是什么 我的国籍当然是中华民国 那现在是因为两岸是处于分支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一九一二年的时候 中华民国成立了 那个时候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可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 其实中国人 中国这个土地上 有两个不同的政权 一个叫做中华民国政府 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是中华民国政府 所管辖下的中国人 当然我们也是台湾人 大陆的中国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所管辖的中国人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他也是中国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来讲 我们彼此之间不是排斥的 就像一个上海人 他也是中国人 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我是一个来自台北的 我是一个台北人 我也是一个台湾人 我当然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但是我也是中国人 比如说孔子孟子 也是我的一家人 孙中山也是我们的国民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个中国人 跟台湾人的时候 不是一个相互排斥的概念 他是相互可以共存的概念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简单来讲 中国人他牵涉到是 如果我们从法律上来讲 他是一个主权的概念 比如我是中国人 我用一个例子举你好了 比如大家常问 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最高的山 是什么山 这个问题很挑战大家 那如果你答玉山 那你说对不起你违宪了 那喜马拉雅山呢 如果你说喜马拉雅山 人家就嘲讽你 还喜马拉雅山呢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有个非常严肃的回答 就是说玉山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所管辖的最高山 喜马拉雅山是中华民国主权 宣誓范围内的最高山 就非常清楚 就好比说我是一个中华民国政府 现在所治理下的一个国民 但是对不起 我也是姚舜以汤文武周公 我有三千年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 我们是继元明清中华民国 我们当然是中国人 我们不要把中国人这个东西 让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就说我们是中国人 并不表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管辖的人嘛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主权跟治权要分开 我们两岸呢到目前为止 还是处在分治的情况下 我们的主权的宣誓范围 我们是重叠的 但是我们彼此的治权呢是分立的 就像我们人的身体 我们两个腿或许是分开的 但是我们两个腿跟我们的身体是一致的 所以这两个腿绝对不能打架嘛 这两个腿应该好好地合作 共同地往前走 才可以为两岸创造更好的福祉跟利益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这些问题 我自己在台大教书 我还台大教两岸关系 教国际关系 我的学生里面有蓝绿 甚至当时还有大陆来的红 我真的坦率跟大家讲 没有一个人在讲完以后 他们会在质疑的 因为他们觉得有道理 至于有道理的东西 他接不接受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因为接受不接受 他接受一个人的主观的判断 一个认识问题 所以我们谈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谈观感 我们要谈事实 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这是一个事实上的一个陈述 那你认不认为台湾是中国人 这是你个人的看法的问题 看法没有关系 事实才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说 民进党这几年是铺天盖地的 可是我必须要承认 因为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本党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用闪躲 我用再举最后来讲 民进党面对这个中华文化 跟中国人问题上 民进党采取是逃的概念 逃得越远越好 我不是中国人 我要搞台独 可是我们这几年来 我们这几年来 我们国民党采取的 就是个币的概念 就是不讲清楚 也面对问题 反正能闪就闪能久度多 反正选举要选票极大化 这个也不讲清楚 那两个党加在一起 叫做逃币 就是面对台湾的 中国人问题的时候 这两个党 它是用逃避的态度去面对的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其实两岸是没有领域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是我希望我们将来 我们中国国民党执政以后 我们在刻纲 在历史 在这一方面 在认同方面 一定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 这个事情如果不能够 走转回来的话 那国民党在台湾 他几乎被压着打 所以一个逃一个逼 这个难怪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人的这个 基本的观念不太清楚 这个亚洲老师 利用短短的时间 把这个过程 这个法理上的 政治上的现实 讲得太清楚了 那我再问一下 这个苑老师 苑老师在昨天 我辣碗报里面 他讲了一段 这两天辣碗报讲了一段 我倒是非常非常的好奇 苑老师说 事实上现在的孩子 可能跟大家 想的不太一样 他的观念事实上 可能已经转过来了 只是当然有的时候 因为从众效应 因为同侪效应 他不太好表达 所以这个苑老师 你在实务上的接触 你觉得呢 现在孩子有 思考这个问题吗 他们清楚吗 亚洲是我同事 是我台大同事 我们面对的学生 都是台湾最好的学生 但是亚洲上课 上两岸关系 上国际关系 我不一样 我在通事教育开课 我面对的台大的学生 是全面的 那这个我占一个优势 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请记住 这个是优势 在台大上课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优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首先的话 我们台大的学生 我也是为知识打底 做一点打底的工作 大家要了解 谁都知道 刚刚辯姊妹的采访 谁都知道这个问题 极其复杂 但是看得出来每一个人都 就是说吞吞吐吐 答非所问 没有把话说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实际上 这个是需要分析的 做个打底 有关于台湾的政治认同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理想 第二个的话 是我们文化上的 第三个的话 是我们教条式的 那个理想上的话 刚刚秀芳提到好多次 永久和平 这句话是康德说出来的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永久和平 里面的话是以理性为主 所以任何人都应该知道 这个战争 绝对不会是一个选项 然后但是很遗憾的话 这个世界上 发生的战争非常多 那个学生他本身的话 大好虔诚摆在眼前 他是不可能做出 战争的选择的了 所以说台大的学生 本身来讲也很聪明 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 有一种引导的效用 所以说这个引导的效用 导致出来的结果 会使得他们充分的了解到 这个前途是在自己手上 那么这个理想的话 就是永久和平 第二点的话 有关于文化上的认同的话 那么每一个人 在文化上的认同 最可贵的是你成长的环境 比如说我很自然的认为 我身在台湾 我是台湾人 我爸爸妈妈是山东人 我是山东人 台湾跟山东都属于中国 所以我是中国人 这个是一个文化上的认同 我经常在这方面做介绍的话 一直不断的在强调 我的认同是我个人最隐秘的一块 大家现在非常会强调 你个人的认同的话 是别人不能干预的 干预的等于是违背了你的基本人权跟自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会强调我们的认同 不但要强调你的认同 要尊重你的认同 甚至你本人要大声说出你的认同 所以说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的教条的部分 我们这个问题很严重 刚刚在采访的时候 你看看得出来 很多人的话 心理上都知道什么叫政治正确 同时反过来讲 你也知道什么叫政治不正确 那在台湾目前的情况下的话 政治不正确的话 就是你说你是中国人 你说你愿意统一 那没有考虑到统一有和平统一 你说你是中国人的话 你在文化上认同中国 你怎么可能不认同中国的文化呢 比如说前一阵子的话 我们有个副总统 赵姓的副总统候选人 他说很有名的郭台铭的 打电话给他说 他的小孩居然到现在 都不知道岳飞是谁了 他觉得很遗憾 那大家扪心自问 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人觉得 不知道岳飞 只知道廖天丁 一样OK 那你就认同嘛 对不对 但是呢有的人会觉得说 对于中国的历史完全无所知晓 的这种情况下 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克刚嘛 克刚本身的话呢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知道 或者有没有认识 撰写克刚的人 以及他们什么心态 如果你跟他们了解以后的发觉呢 他们的克刚啊 基本上是从仇恨出发 就是说仇恨什么呢 恨这个中国 恨国民党 恨大陆人 什么的 从这种角度出发的话呢 你这个克刚的认知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我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大家常常看新闻 在台湾转译出来的新闻只有一半 所以我 礼拜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要告诉学生 最近的纽约时报采访蔡英文的时候 答非所问 人家的问题是 最近的话呢 在IPAC会议之后 那个习近平他说出来 他永远不放弃和平统一的想法 他用的是peacefully这个话 蔡英文在解释说 不管怎么讲 中共永远不放弃军事入侵台湾 然后接下来他讲说 他自己内部麻烦很多啊 就没有办法再做这种军事上入侵 我仔细看了两遍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 基本上是把你自己的 不晓得你是听不懂 还是你故意听不懂 还是说你要把这个意见扭转过来 我建议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这个视频 好好看一下十一分钟 他这里面的话呢 包含了非常多的暗示 其中的话呢 美国非常担心啊 就是葛来毅刚刚的那种想法 在这个 这个外交事务里面所写的内容 告诉赖清德 在选举前一个半月 讲出这么直接的话 这个暗示还不够明显嘛 所以说对于整个目前台湾情况来讲 我们做老师的至少我吧 应该要充分的告诉学生 前途在你自己手里 选择在你自己手里 要不要做中国人也在你自己手里 但是你要记住 永远和平不发生战争 不怕战争的威胁 是一个理性的做法 是一个理想的做法 是一个应该走的大路 应该走的大路 当然这个两岸的永久和平 我相信是所有这个两岸 中国人共同的愿望 但是也很悲哀的 谈到这个两岸的问题 永远绕不开美国 所以我还是要请县长谈一下 刚刚这个蔡委员讲到的 葛来毅三位重磅的 对中国事务非常了解 而且跟美国官方非常密切的 三位学者的联名 一位葛来毅还不够 联名三位 那就是三个人的共同主张 当然大家其实觉得 这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呼唤 是的 您怎么看待美国风向的微调 希望冻结台独党纲 然后您怎么看待民进党的回应呢 就是已经有台湾前途决议文了 台湾已经独立了 所以没有冻结的问题 然后怎么看待蔡英文的沉默 跟赖清德的沉默 我先要讲美国一贯的立场 一贯立场也就是联合国的立场 就是一个中国 过去是中华人民民国代表 后来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他永远都是one China policy 其实这是放诸四海 在国际上大家都认同 第二个美国现在看到中国的强大 他没有办法对抗 他过去可以用压制的方法 可以用军事的方法来压制 那同时用台湾作为大陆的一个谈判的棋子 但这种状况现在也消失了 那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什么 稳定 稳定就是不要再发生战争 所以他才会讲出这样的话 那这些话呢 由葛来伊他们带头来讲 其实还有更深远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说 他们也其实看到了民进党执政 在台湾破坏民主的制度 甚至破坏人权 美国人不是没有看到 美国人看到了 但美国人看到之后呢 他又不能说其他的重话 但基本上就是说 告诉你们民进党 你们已经不适任 不适合在台湾再做执政党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讯息 因为美国在过去 要支持台湾 他支持的是什么 是民主制度跟人权 真的吗 我都怀疑美国在乎台湾的民主 跟人权吗 美国 其实很有趣的 这个问题 就是我也讲了 就在前两年有一批 美国的议员来到台湾 那么其中有一个议员是负责 大陆跟美国的关系 他提出来一个很好笑的问题 他说我们要支持台湾 去跟大陆如果做对抗的话 你们帮我想一想 用什么样的理由最好 就讨论到了最后 他就讲就是human rights 跟democracy 对 所以你刚刚讲这句话 其实大家心里面的一个质问 美国人在乎台湾的人权吗 美国人在乎台湾的民主 我要告诉各位 美国人在全世界 要去侵略其他的国家 要压制其他的国家 用的都是人权跟民主制度 永远打着这两个大旗 永远都是这两个旗帜 那美国是最反贪污的 corruption是美国人最反对的 他认为贪污的制度 会造成独裁 会造成民主制度的丧失 所以各位不要认为美国人 看不到今天民进党的贪腐 这种贪腐是美国人看到的 但美国人你要想说 再容许民进党继续贪腐下去 专制下去 我认为美国人也看不下去了 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整个世界的军事 经济 政治的局 因为厄务战争 因为尾巴战争 跟中国的崛起 完全做了一个彻底的改变 所以美国人要怎么做 美国人当然还是跟世界一样 他走一个潮流 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的原则 他现在开始维护 因为他觉得唯有跟中国 保持一个真正大家讲的一个 平衡和谐的关系 对美国人才是最有利的 对 因为他去支援两线战争 已经很辛苦了 他现在三线战争 甚至多方面的战争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 二次大战以后 全世界发动战争最多的是美国 是的 现在在美国有另外一个呼声 就说美国的到底在世界上扮演 世界警察和平的角色在哪里 是不是丧失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回头再去看民进党 其实民进党如何去对待 这个葛来一他们讲的放弃台独 我觉得民进党做不到 民进党如果放弃台独 他就没有选票了 因为民进党是用台独来制造两岸的仇恨 来制造人民对国民党的讨厌 所以这些过去他所支持的这个台独的做法 我相信他不会放弃 但如果他不会放弃的话 这条路走下去就是大家要讲的 在这次选举 让民进党败选 台湾老百姓真正要有勇气 要有勇气站出来讲说 我不要战争 我要和平 我不要台独 我希望两岸之间能够永久保持一个 永远和平 共同繁荣的一个情况 这老百姓最需要的 老百姓最想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选举真的 不只是对台湾的人民来讲很重要 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的状况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这次选举 能够把主张台独 然后倒向战争的民进党 让他下台的话 就可以告诉全世界讲 我们才是真正追求和平 追求进步 追求和谐的一个国家 好 但我再追问一下这个蔡委员 在葛莱伊他们的那篇文章 是有个代表书 是这个赖清德当选之后 那建议他要这个 冻结这个台独党纲 你怎么看待 那假设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还是国民党执政 然后这个政党轮替的话 那赖清德没有选上的话 这个假设不存在 就是说你怎么看待 美国的这个立场 美国这个时候 会发表这篇文章 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 他们认为赖清德会当选 如果他们认为赖清德不可能当选 他写这篇文章就没有意义 那为什么他们会去判断 赖清德会当选 而且可能带来两岸的战争 以及台湾的危险 他的理由就是说 他发现台湾的年轻人 不会投给国民党 因为火友宜跟赵少康在年轻人的支持度 我讲的年轻人是20到29岁 几乎不到15% 那可是赖清德好不到哪里去 赖清德只有20几个% 比国民党多不了多少 那这些选票跑去哪里 就跑去这个柯文哲身上 有五成以上 是的 然后到了30到39岁 还有四成以上 然后在了这个40岁到49岁 还有三成以上 所以几乎都集中在这里 那集中在这里的话 他们看到就是说 国民党可能会输个5%到8%的选票 会确保了赖清德的当选 但是柯文哲现状已经不可能当选 那如果在这种所谓的不到一半的选票 赖清德就可以当选的话 他要发出警告 说你在一月份当选 你在五月二十号就职 你还是民进党党主席 你最好乖乖地给我召开民进党的全代会 修改你的台独党纲 以确保不要因为你当选 造成两岸之间动荡不安 我先讲一下这篇文章 其实我觉得他写的是蛮有技巧 他是说美国应该要反对中国武统 把他放在前面 还有台湾追求独立的政治动作 这两个他把中国武统放在前面 另外他说赖清德当选之后 要审视2014年的冻结台独党纲 然后让维持现状的承诺 更加有分量跟可信 所以我觉得他写的算是蛮精准 那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的回应 美国满意吗 民进党现在不敢回应 这里面有个逻辑循环的问题 就是习近平当着拜登面前讲 美国应该要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注意到和平统一 拜登有没有拨持他 没有 拜登没有反对他和平统一的见解 然后习近平要求说 你们不可以武装台独或者武装台湾 你们要倒过来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那在这一个架构里面 习近平有提到说 谁说我们2027 2035 有武力攻打台湾的计划 那我们倒过来推理就是说 那你美国如果不支持我和平统一 你怎么保证我没有这个计划 这正是个机身弹 弹生机连结在一起的问题 所以美国介绍他的讯息 他很清楚的知道 要让中国大陆不要维持国领土统一 而且不要用武力统一 用和平统一的方式 对美国是最有利的 所以他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倒过来压制台湾走向台独的方向 要压制台湾走向台独的方向 就要从民进党下手 从民党下手 当然从赖清德下手 所以这个讯息在第一个时间 美国不可能说我要赞成两岸和平统一 这在美国的内政上 还没有成熟到接受的程度 所以但是要求这个民进党 把台独党纲冻结得到 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得到 所以在这种逐步推进的过程里面 民进党如果要走在跟美国 对抗的路线上面 民进党自己就会撞得头破血流 以过去民进党 那个美国怎么修理 民进党的陈水扁 他以后就会怎么去修理这个赖清德 所以美国有这份把握 把讯息给丢出来 那民进党当然很清楚这个态势 可是他不晓得怎么回应 你说现在他选前去冻结台独党纲 他一定落选 那所以美国给他一个空间 你就在可能当选之后 在一月份跟五月份 中间你做这个动作 可是这是民进党的立场 不应该是台湾人的立场 台湾人的立场最好的方式 最保险的方式 就年轻人如果再讨厌侯友宜 或者赵少康 觉得他们太老了 但是你投给他们是买保单 买一个保单 确保说赖清德不当选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美国不会去关心 你一个在野党主张什么 就像他不会关心激进党 时代力量主张什么 他担心的是你执政党 可是国民党的话 就美国立场来讲 你只要不要太捅的话 我都能接受 那现在的这个 活友宜朱立伦跟赵少康 说去不客气 他们就是亲美派 所以美国某种程度就是说 你还是会听我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态度 如果年轻人觉得说 要给自己买一份保单 虽然这个保险公司你不喜欢 但是他可靠 你再讨厌国民党 在一个年轻人成长的环境里面 真的对国民党 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那你在这种 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话 如果说你只是为了买一个保单 你就试一次吧 给国民党一个机会 也等于给你自己一个 和平安稳的保单 这个委员讲的很重要 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 两岸永久和平 大家注意到 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永久和平 而不是一个战时性的和平 蛮困难的 在台湾以前这个95年 这个飞弹危机的时候 还有包括最近这一波 听说这个移民公司的生意 都非常好 大家在考虑把这个 孩子送出去 有资产的人 把资产移出去一点 帮自己买个保单 但是委员说 我们为什么不 帮台湾买一个保单 我相信这个大家 是听得进去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 保单是一定要买 我再回到这个 雅中老师的身上 雅中老师常跟年轻人在一起 我还是想 请你从年轻的观点 来提出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 刚刚的这个街坊 跟我们所预期的 应该是符合的 当然也许一些从众效应 这就是台湾普遍 孩子们的一些看法 我当然不是中国人 但当然他们如果 上了雅中老师的这堂课 我想这个观念 就会改变了 那我们讲到这个永久和平 有很多很多的论述 论述很重要 方法也很重要 您觉得呢 当然方法最简单的 就是投票 对不对 你不要投赖清德 他就是买保单的一个直接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交流 我相信您的这个交流经验非常丰富 透过这个交流 让两岸的人民常来常往 增进认识也是 您怎么看待交流这个环节 我们该怎么做 我觉得交流这个东西 它是必要的 但是它是没有办法解决政治难题的 我们大家都在谈 对不起 和平跟战争的选择 我们两岸到底现在 有没有和平 两岸如果将来发生战争 这个主导权会在谁的手上 我想这些问题 我们都必须要去讨论 以我对两岸关系的了解 可能跟现在很多人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两岸其实从一九四九年以后 国共内战变成了两岸之间的内战 虽然中华民国政府 我们在一九九一年 废除了动员勘战临时条款 换句话说 我们承认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大陆统治治权的事实 但是北京并没有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在台湾统治的事实 它只是某种程度的默认 所以站在北京的立场来讲 两岸的内战 其实还没有结束 即使在马英九的时期 两岸有九二共识 但是九二共识 只是解决了事务性的问题 并没有处理政治的难题 也就对于一中的内涵 大家并没有得到一个共同能够接受的一个共识 而变成了各说各话 那目前两岸如果还是一个敌对状态的话 请问一下 两岸的交流可以去解决政治的敌对吗 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并不能够做到的 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 当然希望两岸的敌对 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 所以说两岸的交流 在于大陆的 在民进党的解释来讲 你可能就会出卖台湾 退役的将领到大陆去 可能拿到退役金还到大陆去 所以只要两岸是一个敌对的情况下 两岸的交流 它能够发生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两岸是敌对的 那大陆的飞机一定会绕台 他一定会在国际间打压我们的国际活动空间 那整个国民党在马云九时期 就处在这种困境 比如说2008年到2016年 这段阶段 我们两岸的民间交流 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可是在政治上 其实一个太阳化运动 整个就瓦解掉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站在中国国民党的立场 我们要告诉老百姓 两岸交流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因为两岸交流 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压倉石 没有交流 那基本上是完全别谈了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 或者作为一个在野党 在野党 我们必须要去解决两岸敌对的问题 所以国民党对于和平的论述 不能只是主张 你必须要有论述 国民党对于和平 不要只有说法还有方法 因为为什么不讲民进党呢 民进党就不希望和平嘛 民进党就希望敌对能够持续下去嘛 那你说民进党要不要和平呢 民进党可以口头上骗老百姓说 我当然要和平啊 就像赖清队以前抗中保台 现在赖清队讲的和平保台了 那民进党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讲民进党的方法 民进党方法说我要亲美啊 我要备战才能够避战 他要备战啊 他即使 他说我反共不反中啊 我不接受九二共识啊 这是民进党整个一个方法 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亲美 就是备战 那我们国民党要告诉老百姓说 交流当然非常重要 可是国民党的和平的方法在哪边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我们如果说把这场选战 国民党应该把它定调成说 我中国国民党有办法来结束两岸的敌对 来创造和平 民进党的和平的方法是骗人的 民进党的和平的方法 他根本就会把台湾走进死胡同 而且完全被美国所掌控 这是一个大的辩证的问题 所以回到你刚刚谈的交流当然重要 民进党他也很聪明啊 觉得他要开放一些 适度一些观光 因为台湾如果跟大陆不交流 台湾的经济就会垮掉 所以民进党也不愿意把ECFA给取消掉 所以新阶段的最大的问题 如果只谈交流 他其实没有办法解决两岸的政治难题 只谈两岸的交流 或许满足了两岸高政治跟低政治 两岸的低政治的问题 就是民间交流人员往来 两岸高政治的问题 就是谁能够把两岸的关系的敌对 给他解除掉 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们中国国民党在面对 选战40多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然一方面要强调 两岸交流对民间的重要性 为什么 这是对所有老百姓都好的 但是你真的要了解说 很多经济的东西 他没办法扩议到政治的 两岸关系的本质 就是政治问题 两岸的交流 有的时候 你反而会处理的不当的话 也会让两岸的关系 会受到一些伤害 2014年太阳化运动 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所以这些问题 我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回答您刚刚这么简单一个问题 我可以讲说交流很重要 但是交流是不够的 只有交流是不够的 就像现实主义讲说 民进党现在提到第一个层次 安全 民进党用安全去解决两个问题 他要寻求军力平衡 所以当他军力不平衡的时候 他说我要靠美国更大的帮忙 所以他寻求的是两岸军力的平衡 但是军力的平衡呢 没想到大陆的GDP 绝对超过台湾的GDP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弱的 那国民党呢 本党的想法就是两岸的交流 但是交流能够促进和平 但是交流没办法解决政治难题 所以真正要解决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应该下进 真正沉淀下来 国民党正在在教科书的问题上 让台湾的年轻人认同说 台湾人真的也是中国人 这个是有机会的 因为台湾人中国人是个事实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只是你的感觉 事实绝对可以超过感觉的 那另外来讲 国民党必须有一条和平的大论述 包括我们怎么去诠释一中 一中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政府 定义是什么不一样 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华人民国政府 又是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些问题真的是需要教育 当然也许选举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我们本党这几年来 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简单来讲 我希望国民党在背后未来的四年 他真的不是只有说法 而没有方法 不是只有主张而没有论述 因为我们要深刻的了解 民进党的论述是非常清楚的 他的论述就是要亲美 他的论述就是要备战 那国民党如果在论述上也是亲美 也是备战 而以美都不敢提的话 那这一场的高政治的博弈 其实国民党占不到任何好处 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我当然希望中国国民党赢得这次选举 我们绝对要下架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带给台湾的 其实不是一个马上会被战争的问题 而国民民进党选上以后 他会让两岸的敌对的关系 持续的加深 台湾最可怕的 不是一个面对战争马上来临 战争马上来临大家都好准备 是面对一个敌意不断加深的两岸关系 请问一下两岸敌对这么深 两岸战争有可能发生 国际投资会不会投资到台湾来吗 就不会嘛 所以我觉得辩证的方法 不是和平跟战争的辩论 是一个敌对关系 要不要它持续 还是让两岸的敌对关系 能够减弱走向和平 我觉得这样子的辩证 国民党的方法可能会比较更好一点 对 雅中老师讲的 就是过去其实台湾的困境 当然在马英九执政期间 这个两岸常来常往 就交流非常非常的密切 但是又如何呢 到后来给太阳花这个运动呢 整个我们看到整个户信就没了 我问一下这个苑老师 是的 也请苑老师就进一步告诉大家 我们这一个阶段呢 我们讲的是如何提供路径 两岸永久和平的路径 那交流当然它是一个路径 它是一个方法手段 那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 如何结束这个敌对 建立特别是这个政治上的共性 能够跨到政治谈判桌上吗 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要仔细分析问题的来源 那我因为上课的关系 常常跟学生用比喻的方式 就是让他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我这个比喻呢 可能是会太直接一点 不过我要说明这个情况 让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觉得呢原来两岸关系 我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呢 我们用婚姻关系来比喻 因为这个内战没有结束呢 大家自从这个70年代开始 觉得说是那个大陆对台湾的企图 跟野心逐渐缓和下来 大家永久有了这个战时和平以后 这个比喻用婚姻来讲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呢大陆呢认为统一台湾呢 像是个婚姻关系 然后呢他拿的这个婚姻的契约书呢 来找你结合在一起啊 统一啊磨青啊什么的 那你说呢你太穷了 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 那么大陆呢摸摸鼻子也承认 我们确实穷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再忍耐一下 好好发展 那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觉得不错了 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呢 表现得不错了 到了这个2015 2016年慢慢化了 感觉自己不错了 到回来再提亲的时候呢 突然发觉大门深锁 那么从窗子一看呢不得了 你跟老美睡在一起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用这个比喻啊 我觉得呢因为时间不多了 留给咱们台湾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大家要听明白 我们现在直接要把话讲出来 为什么大陆人不高兴 为什么美国人很高兴 为什么我们自己感觉到很危险 因为我们惹到了人家原来 当然我必须强调 原来这边亲事等你发财以后再回来迎亲的时候 的这个过程未必是台湾人都接受的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交流交流 交流的话呢 基本上的话呢尊重啊 让利啊 然后呢这个造福台湾啊 这个还有关爱台湾啊 这些说法的话呢 当中他出现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地方 你比如说让利的地方 让利让给谁啊 交流谁来交流啊 那么这些情况呢 所有在让利的过程交流的过程呢 大陆也逐渐发现 如果你所照顾的人 永远是少部分的人的话呢 那么这个情况下来 还不如不办这些交流 还不如不搞这些让利的过程 因为使得大家的话产生感觉 为什么ACFA要停不停的话呢 绝大多数人没什么感觉呢 因为我们不是被让利的对象 我家里也不打鱼 我家里也不种田 根本就出现了这个结果 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普遍的交流 大家要认知 我一再强调我们的想法 就是说呢 我们本身首先第一个 你要知道台湾的位置 如果台湾不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你在文化上的同文同种 同血同源的影响力就没有这么大 人家英国跟美国隔得很远 人家基本上用同一种语言 但是确确实实就分开了 我们这里有分不开的原因 因为大家要了解 有上百万的人在大陆做事 有上千万的人的话呢 受到了大陆的让利的 像ACFA的这种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谈不交流 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 另外还有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呢 我们目前为止啊 就是要想到 对大陆本身来讲的话 谁都知道 不要说是只有台湾人知道 不要说是美国人知道 也不要说是只有大陆人知道 谁都知道 离开和平走向战争的下场 没有办法控制 今天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问题 没办法控制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问题 没有办法控制 那这边的话发生情况 很多人提到移民啊 资产转移啊 可不可以解决问题 对不起 我太了解了 我在国外住了很久 台湾人不能离开台湾的 台湾离开台湾啥都不是啊 你要了解 台湾人一定要跟在台湾 台湾人离开台湾到大陆去 也都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你失根的兰化 永远都长不大 所以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件事情 那么大陆本身也没有意思要战争 美国本身更要尽量避免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总统在经过了旧金山开会 就IPAC会议之后 从四步一没有变成五步一没有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要能够针对于白纸黑字 签了字的 白纸黑字签了字 再说不算数就是耍赖皮啊 这个大家最近的感触都非常强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明显的知道 美国本身的立场 我自己接触了不少美国人 他们的的确确通通跟我讲 说这个赖清德眼看的就要当选了 危机意识很强 我这个人的话 永远不到最后关头 我绝不放弃我的希望 说良心话 我对国民党没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我对自己 对我的家人 对于我们的民族社会 都有非常大的期待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认为美国人在外交事务会 写出这样的说法 固然讲的是说是在你一旦当选以后 应该注意这个事情 但是那种情况下的话 他在事前这个时候丢出来 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他丢出来这个想法 美国人心里怎么想 我们要能够解读啊 你要能够了解啊 美国人会觉得说 你们要是想尽办法维持现状的话 你们自己之间的话 那么这样子对美国也省掉一个大麻烦 对大陆也是省掉一个大麻烦的 我们在台湾的话 就有了新的生机啊 大家要了解啊 这个新的生机对我们来讲 实在是我们活得这么好 现在每天要活在随时灭亡的威胁之下 对不对 像我早先的话 一拿到学位我就回来教书 这种感觉就是说对这里充满了希望 我希望我的希望能够维持着 好 约老师刚刚讲一句话 大家听了触目惊心 就是这个时间不多了 在台湾人的眼前两条路 战争或是和平 但是急迫性就在于时间不多了 为什么时间不多了 我也问一下这个县长 当然这个长期观察 这个台湾一路以来的 所谓的这个民主政治的一些发展 当然他走美式民主的方式 有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刚刚这个亚中老师 谈到一个 大家没有想过 就是我们都觉得交流 交流真正了解就够了 但显然是不足以 所以你觉得呢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在于 两岸永久和平 这是下一任的一个责任 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下一任可能是蓝 可能是绿 可能是侯有鱼 可能是赖清德 那赖清德 当然大家就是没有希望了 走的是这个备战的路线 那国民党走的是备战的路线 你觉得呢 我们在过去呢 保持这种暂时性的和平 感觉上是很脆弱的 如果说何友谊上来 国民党上来 有一个新的契机的话 有没有可能在谈判桌上 为台湾人 谈出一个永久的和平 做得到吗 我认为是绝对有可能的 我一直都还是认为 爱与和平才是相处之道 我也认为 唯有透过这个方式 才能够解决问题 要不要交流 要交流 要不要上谈判桌 要上谈判桌 但是要交流跟上谈判桌 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叫做互信 叫做诚信 今天不要讲台湾人 相不相信大陆人 今天大陆人相不相信台湾人 甚至我要讲说 大陆的共产党相不相信国民党 这都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要讲相不相信民进党 那你再去看 在介于其中最多的美国人 美国人相不相信民进党 美国人也不相信民进党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要怎么解决 我觉得有三个方向要走 第一个方向 大家一定要往和平的方向去想 你现在不去想 怎么样走出一条和平的道路 那和平永远不可能 第二个 我觉得交流一定要 因为你不交流 不来往 你就彼此之间会产生误会 你会陌生嘛 大家希望 最希望做什么事呢 就是我的生活能够过得很好 我的经济能够很好 我的未来永远都是快快乐乐的 很平安嘛 对不对 那你一定要透过交流 你没有透过交流 彼此之间就不可能 会有创造这种和平 快乐繁荣的机会 两岸又是同文同种 你到美国 你到欧洲 你去跟人家沟通 你去要做生意 南上加南 那你如果到大陆 其实你说困不困难 我觉得一点都不困难 民进党经常讲说 这就是统战 统战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不清楚 统战就是大家观念相同嘛 看某一个事情的想法 是一样的嘛 其实民进党一直在对 台湾人民做统战 要台湾所有的人 跟他相信一样的 大陆人是坏人 台湾一定要走独立 这是民进党在做的统战 民进党在统战之前 还做一件事叫洗脑 为什么要改克纲 叫洗脑嘛 不承认中国的历史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不承认自己有中国人的血统 不承认嘛 叫洗脑 这个里面 这两个加在一起 更可怕的一个叫什么 就是民进党 他在做一件事 骗人 骗自己也骗台湾人 因为台湾人都不相信自己是中国人 年轻人都不相信 为什么 历史上民进党给的是假的历史 错误的历史嘛 所以历史讲求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真实 是真相 但民进党在骗台湾的年轻人讲说 这个历史 我们民进党讲的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才是真相 这民进党做的事情 所以你要想 他第一个他说谎话 第二个洗脑 第三个民进党用统战的方式 对台湾的人民 所以你想统战可不可怕 民进党常常讲 大陆对台湾好就是统战 如果对台湾人好 这个统战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处境最为难的不是台湾人 是大陆人 你要对台湾人压一点 凶一点 台湾人马上讲说 民进党讲的最 他们是坏人 你要对台湾好一点 他讲民进党讲说 他是统战 他来统我们 统什么我 我现在常常在问一个问题 大陆统战台湾 统什么 统的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还有什么 没有什么 统的是什么 不要战争要和平 这有什么不好 所以我觉得 过去大家常常在讲交流交流 我也前一阵子 跟大陆一些朋友讲 我说你们的交流不够 他为什么不够 我访问来 访问完以后开怎么样 座谈会开完了以后又怎么样 那ECFA做下去又怎么样 你ECFA要做到什么程度 两岸的贸易要到什么程度 我说你们要做一些实在的事情 不要像过去做一些比较空的 因为谈完就没有了 我觉得真正这个时间 国民党该做一件事 建立一个机制跟平台 什么机制跟平台 跟大陆所有不管文化 经济 产业 教育 所有的平台 应该跟大陆开始谈 我们现在先建立平台 我们先不要谈统 我们先建立平台 这个平台是落实真正交流的平台 让台湾人体会到 我们有这样的好处 我们有这样的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和平才有机会 这是我初步的看法 第二个我还是觉得 在这个阶段里面 国民党要有勇气 国民党过去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去讲 我们自己的宪法里面 讲的一个中国 没有勇气去讲说 我们两岸之间和平 会有什么好处 我们只是每一次在选举的时候 被民进党讲说 同意有什么坏处 独立有什么好处 国民党都不敢反驳 国民党到今天为止也不敢讲 民进党修的国安法是什么法 是恶法 是统战的法 是迫害人民自由的法 国民党不敢讲啊 你们的副主席讲 国民党从来不亲中 从来不同意 你们的副主席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不是副主席 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国民党今天真的要有勇气 我觉得郑永兄跟亚中兄 院教授我们在一起 我们经常在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台湾都是害怕 台湾的政治人物害怕 怕什么 选举没有选票 对 但是他的考虑角度是错的 你跟大陆好 台湾能够真正拥有和平 拥有真正未来经济好的发展 那才是真正政治人物该做的事 该讲的话 你到今天为止 顺应着民进党去讲 所以到最后你的选票就会上市 因为老百姓我认为说 你跟民进党没有差别 我为什么要投给你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 国民党应该要有勇气 好好的去面对两岸之间的问题 然后好好去搭一个平台 好好建立一个机制 这是国民党现在该做的事 我觉得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政治人物心中的恐惧 他不敢讲出来为什么 他不是不知道 他担心没有选票 特别是所谓的中间选民 所谓的年轻人 我问一下委员 这个恐惧有这么深吗 讲出来这个票就会崩吗 年轻人跟中间选民没有办法接受真正的事实 法理上的事实吗 说不通吗 我们刚刚提到说两岸和平 有人备战 有人避战 对不起 国民党就在内部避战 尽量不要谈那些可能会调选票的事情 尽量把这些跟民进党在意识形态很尖锐对立的地方 摆到一边去 否则你们几位会先站起来 第一个他们判断的就是说 现在普遍的民调上展示出来的 跟这个院教授在课堂上看到的不一样 就是有七成以上 不论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侯友宜 讲过他是中国人吗 没有 你柯文哲讲过他是中国人吗 没有 那当然你期待賴清德更不可能 那这个是一个选票上的作战的策略 即使说侯友宜或者是赵沙康 自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他口中也讲是说 我是中华民国人 我是台湾人 因为定性上已经被认定说 中国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他等于是相同的 而不是像亚中兄所讲的 中国这个民族的产生是远早于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你如果讲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你讲笑话 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 你讲笑话 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开宗名义第一条就是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 所以亚中兄讲得对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是政权的国号 他不是国家的本体 所以老百姓不会去管理这个 他觉得我们已经跟对方隔绝很久了 因为这个国民党来之前 这个台湾本地的本身有严重的台籍日本兵的思想 国民党来的时候有反共的思想 这两个都是跟大陆产生隔绝的很重要的一个思潮 那长期经营下来 民进党现在利用国民党所带来的反共的这种恐惧跟思潮 那两岸的交流跟互动当然很重要 看能不能化解这个 可是我觉得大陆人已经高度的挫折感了 他觉得怎么都是我来做啊 我要讨好你啊 回过来个本质 你说美国人讲的不标准 台湾人讲的不标准 那大陆人讲的不标准 我们看看新加坡人怎么讲 新加坡未来接班人黄巡才怎么讲 两岸很危险 台湾要小心 好 前一阵的即将要下台的总理 退休的总理李显龙怎么讲 也是这个调调的 还有呢 李显龙爸爸讲过一句话 那个大概已经15年前的事情 我印象还记得非常深刻 他觉得是美国南北战争 然后结论是什么 结论说 台湾人可能会在极度痛苦的底下 被迫成为中国人 换句话说 大陆的立场 我怎么在乎你怎么想呢 我需要介意你台湾人怎么想吗 日本人当时也介意过台湾人怎么想吗 他当时举的例子 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 但是很经典 他说美国南北战争 根本不是解放黑奴的战争 就是美国的统都战争 你南方跟北方一开始不是为了黑奴打仗的 是为了关税主权打仗的 是很清楚 南方说我克税 不该你北方管 北方说对不起 关税就归我管 那你要脱离 对不起我们打仗 这场战争到了第二年 林肯才说我要解放黑奴 不是一开始是要解放黑奴的 那对于这个南方 民意百分之百要脱离北方独立 比方说我是联邦政府 美国是一体的 南方是美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看名词完全一样 那当时南北方的比例 军力的比例多少 2比1 那台湾人要垫垫分量 现在大陆跟台湾的军力的比例多少 那你现在唯一的展望就 习近平主席他不断的推动 所谓的两岸和平 你以为下一任的大陆领导人 会这样子吗 你敢保证吗 你以为台湾只有赖清德 大陆没有赖清德吗 我举个比方 大陆现在百分之九十的 往上看的舆论就是要无力统一台湾 只有百分之十不赞成 那百分之十叫中国共产党 所以你去反共反的没道理 因为他是最哥的哥派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议论的反转 为什么马英九时代刚好倒过来 马英九时代是百分之九十大陆 我们两个要和平啊 对不对 只有百分之十的主张无统 在网络上这被骂得臭头 但是因为我认为你的观察太细腻 我觉得台湾民众没有掌握到这一块 台湾民众不太关心外界发生什么事 只关心自己想要什么 可是他忘了一件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外界环境不一定要到 那在整个环境的变化 因为大陆的自信心起来了 它的力量起来了 我为什么老是追着你台湾跑啊 你有什么价值让我这样整天对你伺候着啊 这个情绪已经完全转过来了 那现在习近平啊 他算是老一代的领导人 他觉得他在十年动乱里面受苦很多 是不是有和平的机会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刚才这个院教授讲得很对 你国共内战还没结束喔 这第一个1949年嘛 可是往前退到1945年 你台湾的百分之七十人家庭 当过台籍日本兵本省人 台籍日本兵你是战败的 你是战败你有什么权利给我谈主权 这是一个回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啊 那台湾人说我独立很久了啊 我习惯啊 我就有这个权利啊 我公民投票啊 美国南方要公民投票独立是百分之一百通过的 他大陆会管理台湾老百姓百分之百通过吗 他觉得你当时是战败的 你站在日本那边 你台籍日本还打到我中国大陆来 我死了三千万人到四千万人 当时大陆人口只有三亿四亿 十分之一人死光了 我只要回什么 台湾跟澎湖 这是个历史仇恨的终结跟洗刷 那台湾人不会想那么远嘛 他想说我已经不归你管 我中华人民 中华民国政府不归你 两国互不隶属啊 讲得很大声 那大陆就讲好 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那打比实力嘛 比实力什么 比武器 你备战我备战 好大家的较劲一场 这个就是你光要讲的 台湾人可能会在 他讲的是预测的 会在极度痛苦底下 重新变成中国人 那台湾人要不要走这样路线 还是台湾人自己有警觉到这个问题 愿意面对问题 而不逃避问题 现在坦白讲 台湾所有的政党都要逃避问题 没有人想解决问题 也没有人敢解决问题 还要看看美国什么意思 还要看看左邻右舍有什么意见 那长此下去 我们就会默默地走到什么 战争的边缘 乌克兰就是个教训 乌克兰战争不是2022年开始打的 是2013年开始打的 那我们把普丁形容成是一个很可怕的 战争发动者 其实在俄罗斯里面 普丁是最鸽派的 因为就俄罗斯80%的迷你 是还在责怪普丁 为什么不消灭乌克兰 那普丁是要想做斯大夫民主的 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 所以打起仗来慢慢吞吞 那这个就是政治形式的影响到军事行动 如果今天大陆真的一人一票选总统 而不是像共产党的层层选举 有一个人站出来要选总统 比如说薄熙来跑到选总统 你投我一票 我保证武力统一台湾 他会不会当选保证当选 那现在共产党层层选举 他考虑很多 哎呀经济发展啊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地球是一家啊 台湾是一家人啊 他还可以讲这个道理 等到你是跟台湾一样 一票一票选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网路上要武力统一台湾 这种人一定当选 一定是中国的川普 那台湾怎么办 所以台湾人不愿意面对这个处件 又不愿意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每一个政策都逃避 然后大家投票就 试试看四年嘛 赖清德长得比较帅啊 侯友语长得比较丑啊 然后这个柯文哲长得比较有趣啊 我们粉丝现象来投票 这个就是我们面对一个潜在的风险 新加坡看得到 美国以前也故意不看到啊 现在连葛来宇都看到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好吧 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永久的和平 我们先买一张保单 有四年的和平总该做得到吧 那四年的和平要怎么办 就是不能投给赖清德 你赖清德当选 担心的不是我们 是葛来宇啊 是美国啊 那美国都担心了 我们这张保单要怎么办 先买四年 不要买四十年 也不用买四百年 先买四年吧 好 当然这是大家共同的期待了 这个先四年 但我觉得好像现在大家很难满足 你知道家里面的财务规划 小孩的这个就学规划 都不止四年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才定为 是这个台湾 这个两岸之间永久的和平嘛 大家不希望说 我手上有一笔贤钱 我在台湾现在到底要买房子 我会买了四年之后 怎样 我要开始卖卖不掉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 好 那第三部分 我们要谈的就是个人行动 共同实现和平 我想尤其是 如果现在这个网上 有正在收看的年轻朋友的话 那很多年轻人 会想这大人的事嘛 政治人物的事嘛 离我很远很远 这个观点对还是不对 年轻人可以帮两岸和平 做些什么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亚中校长 不过在此之前 我觉得刚刚这个委员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太理解 大陆的思考 你觉得呢 刚刚委员讲的是一个大陆 普遍的不是个政治论书 是个民心嘛 希望能够统一台湾 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这是一个民心向背 那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年轻人 可以怎么做 和平真的这么遥远吗 每个人可以尽一个什么样的心力呢 我觉得如果要求年轻人做什么 的确是太过了一点 因为政治其实也是一个专业 就是一般老百姓 关系是财民元酱醋茶 一般年轻人是关心 他有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政治呢 我们现在把民主走成了 好像民主就等于是选举 就选举 政党呢 就是要取得更多人的支持 才能够当选 所以刚刚政元酱讲得非常好 就是往往很多政治人物 在面对关键问题的时候 他采取闪躲的方式 不去回避的方式 我觉得很多政党都告诉老百姓说 我们要选举要赢 赢才是对的 没有赢什么都是假的 可是对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讲 你赢是你政党赢啊 可是国家能够赢 国家的未来能够走得更好吗 所以我觉得一个政党 他的确要把国家未来要走的方向 明确的跟年轻人沟通 让年轻人去了解 我觉得只要你讲得够清楚 像我们刚刚政元凶 讲得非常清楚 还有我们的县长 讲得也是非常清楚 这些慢慢的观念 他需要慢慢的 让年轻人了解以后 年轻人自然会把票投给你 也就是选举的胜利 并不是在选举场上的胜利 而是你的一个红利 就大家对你这个党 可以代表国家走得更好 大家愿意支持你 所以我是认为说 国政党的角色就是 你应该去引导群众 就我们刚刚讲 台湾的安全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那怎么去维护台湾的安全呢 有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要去亲美 抱美国的大腿 可是你想想看 美国会把美国的利益摆优先 还是台湾的利益摆优先 我们要不要 我们要不要避战 我们当然要避战 可是民进党所用的方法 我们要备战才能够避战 那国民党好像现在也是采取 备战才能够避战这个逻辑 那我们为什么不思考说 沟通才能够避战呢 和平才能够止战 就是国民党要把提出说 我如何能够跟大陆沟通 我如何能够走向和平 这个方法去跟年轻人讲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沟通 沟通应该牵涉在两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刚刚现场讲的 就是信任 请问北京到底对民进党比较信任 对国民党比较信任 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信任 如果你都认为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那对方怎么能够信赖着你 你所展现出来的就是说 我只要赢得政权 我现在可以蒙一蒙台湾人民 你怎么能够信任 你要别人信任的方法 还有更重要 你也提出和平的方法 我们怎么样谈 可以让两岸之间谈到一个和平 这些问题都要不只是要跟对方谈 也要跟我们的民众谈 我们绝对不能只是台湾人 和平比较重要 战争会带来危险 我刚刚讲 这不叫论述 这叫一个说法 这叫一个主张 和平有和平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年轻人 当成是一个羊 就是说我只要旗子一挥 你年轻人会跟着我走 不要想说一个党变成一个导游了 导游是什么 拿个旗子 反正只要一挥 我带你到中餐吃中餐 带你到西餐吃西餐 没有这回事 台湾现在的年轻人 都受过高等的教育 所以我认为我刚刚第一个 看了您刚刚的荧幕 其实我的感觉 台湾是有未来的 因为他们所认定的观念 对我来讲 只要能够坐下来 谈个五分钟十分钟 他们可以懂的 因为年轻人有一个最大的认同 他需要和平 他需要一个发展的环境 他需要一个昂扬的大海 他不是个小池子 有了和平以后 国际企业才会在台湾来投资 我们才有跟大陆更好的互动机会 他们才会有未来 我们给年轻人的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 这是一个政党能够做的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年轻人是什么 年轻人会支持一个 为两岸能够创造和平的 但是我刚刚也讲了 每个党都说他会和平 所以变成说 到底亲美备战能够保持和平 还是我们跟大陆能够沟通 谈判能够保持和平 大家辩证这个问题吗 我们再多的武力 请问一下你都依赖美国 美国已经演出给你看了 乌克兰什么样的例子 台湾要变成乌克兰吗 台湾是不是对美国会出卖掉的 都有可能 美国出卖其他国家的例子 班班可考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今天台湾没有能力 自己也没有能力 或者没有意愿去处理 两岸的政治难题 把两岸的敌对关系 变成和平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我们将来只有两种命运 第一个被美国备战争 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是在 还是属于一种对抗的状态下 美国打贸易战打科技战 美国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可是美国打台湾牌 他当然可以赚得更大的利益债 你怎么能够保证美国在必要的时候 不让两岸制造一场两岸的冲突呢 不要太乐观 还有一种美中为了要改善关系 美国会不会把台湾卖个好价钱 美国常常干这个事情 所以台湾如果自己不能够处理两岸关系 只是采取逃或采取弊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两个 一个被战争 一个被出卖 请问这是我们要的吗 而这两个结果 其实在国际上的舆论 国际上的友人 都不断已经在提醒了 所以我认为说 国民党在这个选举中 要充分展现出自己的自信 跟人民的期懦 期望 就是我来当选以后 我绝对不是在走马英九的那一种 指经不正 指经不正 我们要政经要并行 我们除了经济的往来 继续往来以外 我们在政治方面 我们要能够跟北京继续互动 我们要搭一个平台 我们来处理两岸之间的政治难题 这是一个重大的承诺 就像2008年马英九的承诺 我如果选上以后 我必须在两岸的和平上 往前走 绝对不是像我们现在来讲 国民党还在走亲美 备战 这个跟民进党没有差别的老路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问题 还有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包括九二共识 国民党几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包括我们的朱立伦主席 讲的九二共识 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包括我们的侯友宜 党主席 选总统的 讲的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赵沙康九二共识 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三种对九二共识的描写方法 他都没有办法处理两岸的政治难题 他只在拖时间而已 那我请问一下 国民党是一个九二共识各自表述 可是北京的九二共识 可不会跟你各自表述 假如你有这种心态 请问一下两岸能够怎么政治沟通 没有政治沟通 你就没办法解决两岸政治难题 两岸政治难题没有解决 永远被民进党压着打 所以我的看法说 国民党如果不能够把两岸政治难题解决 你的所有两岸关系的优势 就变成劣势 就像2014年的太阳化移动 一夜之间就改变 这是国民党的责任 我请国民党了解 选举是一时的 中华民国两岸关系的和平才是长久的 就像我常常讲 我们当个家长 小孩子的考试 及格固然重要 可是小孩子的身体健康 品性好 有一颗上进的心 这可能是更为重要 不要天天都为了考试 可以决定所有的一切 选举国民党只有把心中放开 我所有的政策 我所有现在讲的话 都是为了老百姓 真的你刚刚讲追求永久的和平 而不只是赢得2020 只有有这种的情怀跟胸怀跟方法 你才能够感动这些真正关心 他们自己未来的年轻人 当年轻人能够被感动以后 票自然投给你国民党 年轻人没那么好骗 没那么好骗 真的 没那么简单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真的不要自己骗自己 不要自己蒙自己 不要自己闪躲自己 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只有面对自己才能够解决问题 西方语句谚语 我作为一个结论 只有面对阳光 阴影才会在你的后方 今天两岸关系 就是国民党要带着台湾老百姓去面对的 不要去闪躲 闪躲不能给台湾带来美好未来的 好面对阳光你必须要转过身来 我说自己必须要做些主动积极的动作 我还是要问一下渊源老师 刚刚在几位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渊源老师蛮激动的 一直想要补充 好几次都想插话 好这个确实我们今天时间很充裕 眼前的难题很多 怎么开始 我坦白讲我的立场明确 但是我在台大并不寂寞 我因为相信理性和平跟交流来处理两岸关系 所以我一点都不寂寞 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当大家在强调实质的政治 强调国民党的小闹闹 不敢大声的说出来的话 我个人的话经常在自我检讨 非常非常像我原来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的台独思想 我坦白讲我自己说过非常明确的话 我的立场我的想法我的观点都非常明确的时候 前天我在台大人生哲学研习社里面演讲 我一开始就强调能够受到邀请 我这个立场的人这就是成功了 再者的话我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以前有学生会站出来呛这个老师的立场 然后我完全没有碰到 因为我一开始讲说要呛就来直接讨论 第三个的话在演讲后的问答时间 居然跟演讲时间差不多长 这个说明大家对我的兴趣 说再强调一遍 我面对的学生他们是一个动态发展 是一个滚动式发展的 整个台湾原来今天国民党的态度 就像当年民进党的态度 民党当年还叫党外 根本连个党名都没有 所以说大家要了解 为什么民进党能够感动学生 当年他怎么做到的就是由我这种人 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的立场很简单 三个方向理性的 和平的跟交流的 我必须要强调理性 才能够达到永久和平 大家千万不要低估了我们的学生 就误以为他们好像就是跟 强头草跟着这个方向转 你错了 大家都知道 现在年轻人很有自己的想法 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知道自己为了自己的前途 应该做什么选择 我必须坦白讲 我们台大学生有非常多人 根本就在美国出生的 大家要了解70年的和平岁月 这又不难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选择是选择自己 大家要知道这种事情 一定要让年轻人感觉到 他受到感动了 有温度了 我之所以能够在台大演讲 没有被别人呛下来 就是因为我非常的理性 我强调了每一件事情 大家都非常有感觉 第二点的话 和平 我觉得我们强调非常多 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不是为了投和平 而留下这一票 我们是为了永久和平 才投下这一票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本身来讲 他们有一些伟大不调的问题 台主党是个问题 洗脑老百姓不敢承认九二共事 是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的话 务实的台独工作 本身讲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掌声 就是你以后的麻烦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做出这种和平的选择 不是单纯的为这一次而已 我们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要强调这个交流 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我昨天跟我们系上的老师 在一起开会 我跟他们说 我们今天台大哲学系 在交流的对象 完完全全要以学生为念 我们在这边有模有样的 在开硕士班博士班 他们哲学博士毕业后 你要在干嘛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们都很在意这个问题 他们如果找不到工作 读这个哲学博士有什么用处 我们现在跟他讲 全世界人都了解 不是只有台湾人 欧洲人美国人都一样 认为哲学博士要工作 就在大陆 全世界只有大陆 有这么多的工作机会 至少就我们这一行来讲 我们今天跟大陆的交流 不是为了几个老师 展现自己学问多好 展现自己口才多好 要展现自己这里好玩 那里好玩 去过大陆这里去过那里 那都没有用 我们现在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我们博士生好好训练 有好好的才能 然后在大陆教书 发挥他们的才能 这个是年轻人要的 我们必须要 针对年轻人的需要 提供他们的未来 如果说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光叫年轻人投票 根本就不可能 我跟你讲 你如果说是只惧怕 未占先却 按照国民党 现在这种做法来讲的话 侥幸你能够通过几年 长久来讲感动不了人 但是我们整个心 做老师就要做成样子 做学术交流就要为学生 然后面对于跟大陆的交流 面对于所有的和平的选择 都要以理性为基础 这是康庄大道 我一再强调道路很明显 但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 自己要选择 因为我也年轻过 我也激动过 我年轻的时间的话 会发觉如果不好好读书 将来的选择就少一点 现在的年轻人也一样 我坦白告诉所有的年轻人 很快就会变老的 到了我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所有的想法 固然没有错 我的想法能够有今天这个讲话机会 就是因为我年轻努力过 我依照理性 依照和平 依照交流 才有今天的我 我可能是独自一人的 但是我必须坦白讲 我在台上一点都不寂寞 我被选择好多委员 我每次开会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老师不愿意跟我直接坐下来 触悉长谈 但是每个人对我微笑以对啊 我一点都不寂寞 您不寂寞啦 您是流量王欸 相信网友很喜欢 很喜欢苑老师 苑老师讲的很快就会变老 大家再同意不过了 好我问一下这个县长 这次选举我想投的不只是 这个赖清德和友谊 或是柯文哲 投的是自己的一个未来嘛 所以这一条真的很重要 我们不断地在强调永久和平 那大家期待政治人物 但是你看不管是逃也好 避也好 没有办法给台湾创造 这样一个永久和平的条件 那你怎么看呢 民间的力量可以反过来吗 运用民间的力量 给政治人物一些压力 我们需要一个永久的和平 我们该怎么做 民进党在过去最厉害的一招 就是让你害怕恐惧 恐惧什么恐惧大陆 所以民进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台湾关起来 交流不要做 对媒体把中天关了 让你媒体接触不到真正的资讯 那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自信 他觉得他走这条路 不会是一条最正确的路 那许多年轻人呢 为什么要改克刚 就是因为我改了克刚以后 年轻人就跟我的想法一样嘛 我仇恨大陆 大陆跟我不是同一家人 不是同一边的人 所以民进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呢 这次选举到底要怎么翻转过来 我觉得还是资讯 国民党现在走的这个选举的方法是必败 我现在必须要先讲 必败 国民党必须要走到年轻人里面 国民党必须要走到人群里面 而且国民党必须要大胆去讲出来 两岸之间真正需要永久的和平 才会给我们年轻人带来美好的未来 那国民党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不但要像我讲的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更重要你要有方法 所以我觉得在座刚刚 雅中兄也好 郑元兄也好 提出来这些问题 这些想法 国民党都应该要接纳 我要很客观地讲 如果真正能够面对民进党 所制造出来的这种恐惧 让老百姓 让年轻人知识分子真正了解到 我们真正要争取的是一个 未来的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开放 真正的和平跟共荣的一个环境的话 我相信国民党才能够赢得这次选举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必须要有勇气 讲出来做得到 但当然眼前最急迫的还是要赢了 这个委员你怎么看 我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现实 我说我们今天做的是个知识打底的工作 这个工作呢我想现在的媒体没有人在做 我们中间持续在进行 那当然今天的时间 其实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还有很多的议题可以聊 但是我们先回到此刻的选举 所以委员你来看 在两岸上大家都觉得说 这次的选举就是选择一个 两岸的比重会非常重 就是一个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最后这个议题会怎么样发酵 我们台湾人民是不是先 该帮自己打一个预防针啊 因为大家都会理解到 接下来民进党在这样的一个 近的一个比例当中 你觉得呢会使出哪些奥部 会有哪些模糊的一些论述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清楚的思辨 我们比较一下 二零二十即将到的选举 跟二零二二的地方选举 两个主题完全不一样 在二零二二因为有佩洛西的问题 有围倒演习的问题 所以在那个时候 谈战争与和平的议题啊 认为这个议题很重要的 超过三成 那你如果谈其他议题 都不到两成多 现在今年刚好颠倒过来 民进党丢了议题叫做民主与专制 他竟然在民调里面超过三成 然后谈和平与战争议题 竟然只有两成 这个表示什么 支持国民党谈和平与战争议题 只有两成 支持民进党谈这个民主与专制议题 有三成 也就是说今年的环境 跟上一次选举的环境 是不一样的 那国民党也好 或者其他的主张和平 以战争议题是很重要的 如何去推进这个问题 本身就有很大很大的挑战 也能呈现出来的 剩下四十几天 他的名利结构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是觉得美国人提了一个很好的牌 你现在就要倒过来打 就是说要求赖清德去回答美国人的问题 不是回答国民党的问题 美国问题很简单 民进党你要不要冻结台独党纲 可是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接这个球 也没有接得很好 我第一次看到的是国民党候选人 两个人讲话 讲这个议题都 都谈歪掉了 没有给民进党形成很大的压力 台湾毕竟无论如何 就是一个清美的社会 就是一九五零年来就是如此的 这么一个清美的社会 你要运用美国人的语言 来跟他谈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 而不是用国民党传统的说法 因为年轻那一代会觉得all fashion 他无法接受 所以选民的风向 如果以葛拉宇作为一个起点 是国民党很好的契机 只是我看到这两天 国民党接的实在是不搭不漆的 让我很头痛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 所以我是觉得要勇敢一点 就直接了当 号召全民要求民进党 现在就冻结台独党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你不要讲太多大道理 因为台湾有个倾向 尤其是年轻人 我不客气讲 美国人讲的就是对的 尤其是这么跟民进党走得这么近的 葛拉宇都这么讲 之前是这个 我们看到是这个 大陆给参议员出了一张考题 那参议员没有答完 大陆到此刻为止 还在期待那张 没有做完的考卷 他们没有期待 对 所以 他们自己打脸 那现在是美国人 给赖清德出了一张考卷 对 而且这个考验很具体 不像大陆的考卷模模糊糊 深论题 这个就是冻结台独党纲 是非题 yes or no 那民进党会逃避 说我们台湾前途决议文 台湾前途决议文是诞书 不是冻结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国民党要把这个 美国人的考题直接塞到什么 这个赖清德 蔡英文跟肖美群的前面去 要求你签字 好 今天谢谢四位大师 我必须这样讲 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那我做了大概三十多年的 这个新闻工作 我必须要承认 新闻工作大部分的讯息 都是潜谍的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政治论述呢 这个非常的混乱 那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信仰 有自己不同的偏好 那这点呢 中间新闻当然都尊重 但是还是必须要回到事实面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 做的就是一个事实 摊开来诚实告诉大家 这可能是你在其他节目中 没有看到过的 当然今天时间还是相对有限了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 会在选前持续下去 也请大家持续关注 我们下周六同一个时间再见 也再次谢谢现场的所有来宾 谢谢线上的所有朋友 这是哪节目报道公里 我们下周六 Podcast 您下周六据还 DeixaITA